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該妳設的 運氣好而已 沒有 我覺得你講真的很對 你說什麼 人生就像紙飛機 愛情也是… 是 我真的覺得你沒有講得 像現在進正確過 你看都過多久 一年了 你還是單身 其實不瞞你說 我特別有準備 我覺得應該是 剛才你的材質不太好 相換金箔的 我人生愛情也會變金箔 確保我的愛 閃亮亮發光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來 一樣的材質 示範給你看一下 愛情大師… 這什麼東西 你真的應該跟大家 好好討教一下 這好酷 這可以送給我嗎 好啦 我教你怎麼做好了 你教我怎麼做 我教你做出一個人生順遂機 真的嗎 拜託你 好 那麻煩你了 就在前面 我們走吧 好 貢獻監獄 Let's go 雷射接歌創意勿作 把你心中點點滴滴的 童緒夢想全部實現 這個好像怪物的手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機械成績 主要功能是什麼 主要功能是抓人 查理這個人就是囉嗦 查理這個人就是囉嗦 接下來一起去創意空間 打開舞館品嘗藝術舞 他給了一個小鏟子耶 小鏟子 你看 我覺得他的光是 但是這個擺盤就贏了 好 你可以跟我有點互動嗎 對 覺得不客氣 我覺得他的冰凍感 好像反而一瞬間 先把你的那種 怎麼講 味蕾先震住 所以你不會吃到 那麼甜的感覺 然後它最後才慢慢一起溶掉 享受優質點心飲品後 逛逛展覽讓心靈更加滿足 你不知道的大台北景點 都在GoGo捷運 一起動手發揮創意吧 達成捷運文庫線 坐到港前站出口衣出來直走 左轉內湖路一段667向直走 看到麗香國中後 走到後門的港華街 最後又轉進小巷子就到了 查理 你想要讓人生更順遂對不對 對 你剛才是不是看到它 就已經覺得了不起了 對… 告訴你 這裡才是我的寶庫 這邊還有這麼多槍 我剛剛是不想要讓你太難看 所以我的直飛機槍 我只帶了一個沒有馬達的 這個還可以給它 現在這是有跑道 這是跑道 是讓人生可以更高 更遠 更快 這也太強了吧 我怎麼樣可以得到它們呢 你想要得到它們 你當然就是要為你的人生付出 對啊 我知道 我介紹你一個人生導師 讓我們來歡迎Mac老師 老師好 老師妳好 妳看今天這個老師 如果跟這個有關的 看起來非常文靜 健康啦 Wallbreak 這真的是健康 老師可以再試一試嗎 你看老師處處是機關的 好不好 瘋掉了 老師 不好意思 我跟他說說說話 老師 那很看不起你 你當然就是這種人 對不起 對不起 老師 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嗎 還是在買買的 對 我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這個空間 我剛才看到這些很多 很有設計感的東西 也是老師自己做的 對 老師自己做的 這是一個超有趣的 創意推廣空間 從電子業轉航到 木座職人的Mac老師 宛如台灣版宮崎駿的化身 斗拉A夢的分身 讓大家實現生活中 天馬行空的想法 夢想不再只是幻想了 這… 老師 這個… 它的關節好厲害 這個好像怪物的手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機械手臂 機械手臂 主要功能是什麼 主要功能是發展的 這是不求人來著 真的是不求人 而且一定是可以抓好多隻的 對 不管是金高狼 機械手臂 紙飛機發射槍 目指影響到各類創意生活配件 全都是Mac老師 在生活中有趣的發現 懂得生活 創意就出來 而創意是需要雙手實踐的 老師 我可以發現這一根 這感覺怪怪 這一根是有什麼作用嗎 機關 機關 這個是這樣子 等一下 老師 這是開光喔 這個都很神奇 這個 原來藏在這裡 它可以立方這邊來偷了 看那個開光 老師 我必須說 科技來自於人性對不對 就偉大的設計來自於惰性 對 老師 你連走兩步路過來 關一個真的不願意嗎 對 因為常常在後面 找不到開光 原來人類偉大的發明 都是為了讓生活更懶惰 而不是是讓生活更加的便利 手作DIY 一步步訓練我們動手 實現想像的勇氣 這個超好玩的 而且它的機關比較多 對 這個是一個機械手臂 那它全部都是用線去帶動它 去控制的 老師 它這個是有什麼份啊 它這個是有像夾子的動作 對 然後上下 前後 然後左右 哇 好細緻喔 對 老師 剛剛有講說 你還可以這樣子 兩個一起控制 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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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這一個 加了 加了嗎 好像 好一起 對啊 可以耶 有沒有 真的耶 老師 這個是 為什麼會設計這個東西 因為感覺都是由懶惰 開始去生產 叫出來了是不是 越懶的人是不是創造力越好 老師 你該不會是想要吃飯的時候 用它來餵的 就是 沒有啦 主要是覺得很好玩 那我這邊做的東西 都是以好玩為主 療癒系玩具再加碼 翻桌機器人 查理這個人就是囉嗦 查理這個人就是囉嗦 我好想跟他一起放鬧 老師 這個好像上面放一些東西 會更療癒 對 如果我們在上面放一些零錢 然後零錢摔下去的聲音會覺得 Ruby怎樣 我就是囉嗦 Ruby怎樣 我就是囉嗦 好療癒 我看到零錢是不是拿爽 真的好好玩 這麼療癒有趣的玩具是如何做成的呢 咪咪就在數位雷射切割機 Mac老師畫好設計圖後 把國外進口的環保板材 放入切割機裡 透過精確的計算 設定與切割 各種大小不同 酷似拼圖的零件就產生了 剛剛老師一個按鈕 跟雷射切割就跑出來這些東西 變出來了 老師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樣的木板 這個是密集板 對 它是用木屑去擠壓出來的 而且很厲害 是因為雷射切割的關係 我覺得都不會刮手 因為很多人怕玩木頭的東西 會刮到手 對 因為它沒有木頭原本的纖維 所以它不會割到手 老師所以這也很環保對不對 對 它是環保飯材 老師 我們待會兒要做的是 老師手上那一支 對 我最想要的 你的人生順碎器 對 順碎器 一起來動手做紙飛機發射槍吧 用組模型玩具的愉悅心情 把零件一件件拼湊在一起 一點都不困難 而且越做越療癒 已經完成了 有槍的形狀了 所以下一步就是交給老師做的 不是… 所以下一步是 下一步我們會拿這個 然後在上面上蠟 上蠟 整片嗎 對 整片上蠟 像是這樣 對 前後都要上 前後 就要蠟去塗抹它 慢慢把它推補起來 老師 這個目的是 讓它變更滑順 對 除了滑順 為什麼要讓它變滑順 因為我們在扣板機的時候 像這些火葬的時候 我們需要讓它動作是順暢的 對 不能卡蛋 老師 我這樣… 這樣可以嗎 好像它已經全翻了 其實我們只要上一層薄薄的蠟 只要上一層薄薄的蠟 我已經把它蠟燒了 會心 邊邊這樣子沒關係 沒有關係 你不用害怕 各位 它把它變成是這個 頭皮屑吧 你把它變頭皮屑 我剛剛就覺得它很像那個 磨起司 磨得很好 滿像的 對 老師說這不能吃 雖然不困難 但也絕對不能輕敵 Ruby克服了想吃起司的執念之後 終於順利把蠟圖好 喬喬打打快完成的時候 查理二作劇想要害Ruby分心 沒想到卻害到自己 卡關了 好 好 老師 你有見過有人在最後一個階段 然後失敗的嗎 其實沒有 今天很有可能會是那一天 不會… 老師現在要幫你把整支箱直截掉 為什麼 你剛剛做了什麼 沒有 就是把它垂進去而已 可以 你看 調一下就好了 調一下就好了 老師姐就回來了 差點就哭了 是這樣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最後我們把香筆筋 泡在這上面 老師有個東西沒弄嗎 那個應該是 嚇死我 嚇死我 老師要嚇死了 這還自以孩子王自居 今天不要這樣 小鬼… 跳下去 卡住了就跟剛剛那支螢幕一樣 這樣嗎 我的也出現了 好 但是現在需要 現在需要飛機了 Mac老師連折飛機都有研究 試過了各種紙飛機 這個超酷的折法可以飛最遠喔 好 它怎麼樣飛起來 很久 我要華麗的出場 你看 快度多了又華麗 真的是來到這邊 我真的覺得 我動手做了這個以後 我怕有出現了 而且感覺到外面 我會跟很多女生搭上 我都不開心 OK 這是你獲得的嗎 對 不是這樣 我是老師想教的好 不是這樣 開玩笑我是覺得 你變勇敢 你的生活中 很多創意有敢去做 你不會怕失敗 對 我是一個怕失敗的 現在不會囉 動手做創意 勇敢說自己就要這樣嗎 來 出來左轉內湖路一段667項直走 看到立山國中後 走到後門的坎華街 最後右轉進小巷子就到了 在台北市有個獨特的衣紋空間 讓你看展覽吃美食一次滿足 大城捷運松山新建線 走到古亭站出口寺出來 往回走穿越古亭市場後 右轉螺絲路二段77項 走一下就到了 去吧 超遠耶 超厲害的 人生變得好順序 是不是 愛情越來越好了 愛情的這個部分我不太清楚了 這個不行 再來… 這是很好看 感受我 你以為只有你的人生順遂嗎 我現在也有人生順遂機 非常厲害 怎麼這樣 厲害嗎 你看這個小公園非常好 這裡很漂亮 你怎麼找到這邊 很像小公園對不對 非常厲害 我跟你講 這裡就是要感謝你 在我就是 我有這個人生順遂機 被子都很順遂的感覺 是 送你一個東西 你終於懂得報恩了 送你一個吃喝點數券 你看 這裡面吃喝點數券有五點 就代表你可以憑這個點數 去裡面換吃的或換喝都可以 所以這只是戶外 我們先來賞一下這個風景 對… 真正好料厲害的在裡頭是不是 你錯了 外面也很厲害 當然裡面是更厲害 但外面你看 這是一個像一個藝文空間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可是鐵雕藝術家 許田瑞大師的作品 這個也是 你說是真雞嗎 真雞 所以來到這邊你會充滿 就看到很多藝術作品在裡面 這裡就是一個戶外的小型展覽 冰山一角 裡面更厲害 你怎麼會講這麼文雅的形容詞 厲害嗎 好啦 為了感謝你 來 送你一點數券 謝謝 我們進去換吃 立刻 立刻好餓 走吧… 穿過菜市場 竟然有一個 被各種藝術品點綴的大庭園 徐徐的微風 吹到肌膚上 都可以感受到藝術的氣息 在這藝文空間的三樓 不定期都有特別的展覽 可以欣賞 這次我們看到的是 日本貓攝影家 尚村熊高 用影像記錄福島核災之後 毛小孩的生活 看完展覽換個心情 讓一樓咖啡廳的美食 來撫慰你的心 等一下… 幹嘛 你小心你拍到別人 這邊有遊戲規則 你看到這邊 拍照不拍到人不打攪人 室內盡量不站起來拍照 我這方圓實裡 就是食物拿來的人 好啦 我只是想要秀一下這個 你看這是它的菜單 非常厲害 所以這邊有一些規則 是我們必須要注意到的 對 妳看 讓我看看還有什麼 聊天傾向和情人對話般 溫柔細語 妳要咬耳朵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在主持 對… 所以我知道… 我知道了 我自己來了 我會Mute 這樣子誰聽得到 我想說用口語 好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點數 這個 所以這裡是要靠點數吃東西的嗎 對啊 妳看 剛剛不是說 一張有五個點嗎 對 五張一個點都還沒用到 妳這個因為妳比較酷 對 妳比較酷 所以我點了一個給妳 叫做妳看 比較酷的黑芝麻燻雞三明治 三點 OK 我比較酷 三點 這裡點餐很特別 都是用點數換的 三點 比較酷的黑芝麻燻雞三明治 特製佛卡夏麵包夾住 燻雞 起司 美乃滋和生菜 分量十足 好過癮 不太酥脆了吧 佛卡夏麵包溫溫的 感覺在嘴裡化開很溫柔 它不酷 真的嗎 燻雞也是很溫暖 妳看它下面還有起司 所以因為燻雞還是溫暖的 它把起司都融合在裡面 妳今天講的就非常有說服妳 我都看流口水了一下 那黑芝麻呢 黑芝麻我不曉得 為什麼有一種被炒過的感覺 被炒過 也有可能是因為它自己 真的太濃了 所以香氣很明顯 所以每吃一口 你會先吃到黑芝麻的香氣 隨之而來的才是筋的香味 真的 就是口感形容越來越好 是不是 像海浪一般 一波又一波 等一下 我太害怕 我不能這樣子 我這樣會打擾到別人 佛卡下面包外脆內軟 結合自製超香的黑芝麻醬 口齒綻放誘人想起 配上與起司交融的 暖暖燻雞肉 每一口都讓你意猶未盡 停都停不下來 再來 很溫柔的 馬鈴薯沙拉三明治也三點 到底多溫柔呢 就讓非常需要被呵護的查理 來感受一下吧 妳們知道嗎 一般在外面吃馬鈴薯 手製馬鈴薯 它挖一球放在旁邊 讓妳去咬 有點軟軟 太軟了 對 可是馬鈴薯讓妳有嚼勁 妳會吃一塊馬鈴薯 馬鈴薯有嚼勁 就很美式 就跟 有份量 所以變得有點像薯塊的感覺 對…有點馬鈴薯塊的感覺 而且佛卡夏 它加了迷迭香 難怪不一樣 因為它其實跟Pizza有點像 但是它又比Pizza的香 就加到迷迭香 然後我還問了一下谷歌 原來佛卡夏加迷迭香麵包 在義大利就很受歡迎 所以它其實是很有學問的 一個義式料理 你剛剛說的谷歌是谷歌 對 我一直想說這邊 我們剛剛介紹店主 有人叫谷歌的嗎 沒有… 然後它的這個蛋 還要吃一口 妳就選擇這樣 但是有 真的那個 妳有吃到一點 好美 熱熱的好美 除了有嚼勁的馬鈴薯 和綿綿的蛋 可以溫暖你的心 內藏的新鮮蘋果片 讓你還能感受到甜蜜呵護 在甜鹹之間感受幸福好滋味 妳有看過這種抹茶牛奶 是試管來喝的嗎 對 我有點摸不著頭緒 為什麼這樣 因為這邊就是要打破 妳所有的既定的觀念 因為這邊是個 充滿藝術氣息的地方 而且不是每次都可以有這個 什麼意思 因為它就是 店家這個其實有限 所以並不是因為它沒有辦法做 就是它的材料是有的 但是可能被其他客人點去了 對 這個容器 所以你可能就是一直這樣 巴巴看 什麼就換我… 但今天我運氣真的好 你這樣又會給人家困擾 人家就說 不可以帶給別的客人困擾 不好意思… 那我就先喝了 乾杯 自己可能 是… 好 我先喝了 這樣是正確的喝法嗎 我想請問妳一句日文 很帥氣日文能講嗎 かっこいい かっこいい 可是這個就讓我用那種 かっこいい的感覺 好像沒有人這樣用 沒有人這樣用嗎 因為妳要喝牛奶 我沒有人覺得 喝牛奶就很健康的感覺 然後涼光燦爛那種畫面 可是加這個抹茶牛奶 かっこいい 當抹茶與奶香濃厚的牛奶 交融在一起 就成了這杯草地上的小兔 鮮料板超酷的試管造型 以便享受飲品 以便感受歡樂的氛圍 我跟妳講 妳非常… 剛才不是講這水果茶 有點厲害嗎 對 它是超級…超級厲害 厲害是說它的料很多 妳看這個 妳先看外觀 妳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以前頭等船航空公司 航空就是頭等船 妳有做過嗎 有 我沒有做過 聽說是頭等船裡面的器具 請問是什麼年代的 因為現在不是這樣子 妳做過對不對 就妳還沒出生的時候 這樣是不是 對 也許是這樣 所以請問它的取得來源是 就是…這個其實是秘密 但以前真的是這樣子沖的 好像這個是沒有 以前是這樣 所以餐點在這邊 我就跟妳說 這邊什麼東西都要讓妳嚇一跳 為之一亮 你看這個感覺好像是兄弟 有…有實驗室的感覺 你擺在一起我才想到 是… 滿有趣的 因為一般的會是用一個 就是保溫壺對不對 對 然後這個這樣 很豪氣的喝法 料真的也很多 它的有點厲害 除了剛剛我們講這個容器之外 我覺得是因為它的層次很夠 新鮮水果茶吃有點厲害 白香果柳橙蘋果 檸檬枝加紅茶 口感清爽 層次分明 搭配新郎版餐具組一起品嘗 享受搭乘頭等艙出國的奢華感 這個很厲害 這個叫做加一點冰淇淋的 布朗尼 我已經在玩了 它是兩點 它給了一個小鏟子 小鏟子 小鏟子 我覺得它光是這個擺盤就贏了 真的 因為一般布朗尼不是就是一個蛋糕 然後再配上一球冰淇淋 你可以跟我有點互動嗎 對不起 我不太吸引 我正想幫你纏學的說 你看它這樣做 你先吃個原味… 我正想纏 你有沒有發現 我一般吃的布朗尼 可能很死甜 然後就這樣化下去 可是它裡面還可以吃到 那個巧克力塊 而且很濃郁 可是它上面也加了核桃 也有化容點睛的作用 所以吃起來 巧克力濃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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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桃會出現 我喜歡它有一點黏牙的那種交勁 可愛冬季浪漫造型 加一點冰淇淋的Brownie 烤過的自製Brownie外酥脆內濕潤 核桃增加口感層次外 配上冰淇淋一起吃 會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湯匪 對 好吃耶 真的好吃耶 融雪下去以後 其實反而我覺得更不甜 怎麼會這樣 而且它那個冰淇淋跟這Brownie 也太配了吧 通常香草的冰淇淋吃下去的時候 會覺得香草味很濃 好像會跟那個Brownie 巧克力打架 沒有 它好像就是 就像妳剛才講血溶掉了 它就吃到它底下寶寶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它的冰凍感 好像反而一瞬間 先把你的那種 怎麼講 味蕾先震住 所以你不會吃到那麼甜的感覺 然後它最後才慢慢一起溶掉 真的耶 暖暖的Brownie 與冰冰的香草冰淇淋 在冬天相遇 譜出了一段 口人新鮮又美麗浪漫的冬季戀歌 幸福時光 清晰又深刻地烙印在心頭 你看今天整天真的很豐富 就很像是那種 補倒太陽暴暗的概念 是 妳救了我的人生 島上 我帶妳來我的龍宮 你現在有覺得 你的人生起飛了嗎 有 超起飛的 等一下明天拿到公司去射同事 要不要開玩笑 你要射情書 對… 寫好以後射情書 給你心儀的對象 沒錯 好 而且來到這邊的氛圍 就是你不只可以吃美食 還可以看早餐 整個下午就好放鬆 沒錯 選自己喜歡的位置多好 對 但是你千萬不要再去 干擾到別人了好不好 對…或者造成大家困擾 好 下次不會了 經過討論 我們一致決定 本店最推 OK 來到這裡我不知不覺 找回我自己 其實我真實的名字叫做 金釘茶 你依舊沒有學到教訓 他的問題就是 廢話太多 空氣… 空氣 妳幫我抓妳… 沒有 好舒服… 超可愛 其實真的 喝了就有中感 坐腳超自然 我是被你逼的好不好 好 但真的很好 對 真的很好喝 有一種man感 不知道為什麼 對 對不對… 真的 一喝了就就會 不甘口味 你怎麼會講 你做起來好合理 就是錯誤但是好合理 好…我們下次見 好…